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念轩 衰这个字也就是台语里面的衰 真的是看起来挺倒霉的 感觉很像一个八字眉的人 弯腰驼背的走路 而且奇妙的是衰这个字 的确就有倒霉的含义 大家常说今天很衰很不顺 感觉很糟糕 不过今天我想说的其实是 衰运是可以改变的 很多时候我们一发生一件倒霉的事 就会开始陷入抱怨的情绪 觉得自己也太衰了吧 怎么会在赶时间的时候遇到塞车 下雨天偏偏没带伞 想要什么没什么 又或是各式各样不顺心的事情 其实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保持冷静 不要让自己掉进自怨自意 或是怨天尤人的情绪里 否则的话不满的情绪越多 就会招来更多倒霉的事情 圣经里面的约伯记 讲的是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故事 他的人生遭遇了千奇百怪的倒霉事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对待这些命运的 约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每天虔诚的向上帝祷告 平日为人善良又仁慈 有一天上帝和众多天使们开会 而撒旦也是成员之一 上帝问撒旦 你在地球上有没有看见我的信徒约伯啊 他为人怎么样 有没有处处行善敬爱上帝呢 邪恶的撒旦回答说 约伯为人正直和善 那是因为你把好处都给了他 他有好工作好的家庭又那么富有 处处行善是理所当然的啊 假如你夺走他的一切 他一定不会再相信上帝 而且一定会四处诅咒你的 上帝回答说 撒旦那么从现在开始 约伯的一切都有你来掌管 你想对他身边的人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伤害到他本人 于是撒旦开始残害约伯 剥夺他身边的一切 有一天当约伯正要吃晚餐的时候 有个人气喘吁吁的跑来向约伯报告 不好了不好了 约伯刚才有一群野蛮人突然出现 把我们的牛羊和驴子都掳走了 而且他们还杀死了其他照顾牲畜的人 只剩我逃回这里 这个人话还没说完 又有另一个人跑来跟约伯报告 不好了不好了 您的儿女刚才在大伯家吃饭的时候 突然被暴风雨袭击 屋子被吹倒了 还压死了你的子女 只剩下我活着拼命跑回来 于是一切之间 约伯失去了所有的牛羊 牲畜还有最重要的子女 约伯虽然悲痛 但并没有背信上帝 他向天跪着说 我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将一无所有的离去 赏赐我收取我的都是神 我依然颂赞神的圣名 看到约伯并没有背弃自己 上帝很开心 然而撒旦却说 他没有背弃你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威胁到他的生命 假如你伤害他的躯体 他一定会恨你的 于是上帝又把约伯的命运交给撒旦 这一次撒旦派了人殴打约伯 无缘无故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让他全身上下都长满烂疮痛苦万分 约伯的妻子非常愤怒 他对约伯说 你服侍上帝有什么用 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根本就该诅咒他 把你害得这么惨 约伯听了很生气 反倒把妻子骂了一顿 你说这什么话简直是愚蠢至极 上帝给我好处 难道就不能让我痛苦吗 他一点都没有错 依然是我信仰的上帝 于是约伯依然不愿埋怨上帝 不敢原本的善良与虔诚 约伯的朋友们都纷纷来关心 受伤惨重又一无所有的约伯 想知道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让上帝这样惩罚他 然而约伯实在没有做过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而且从来没有抱怨过上帝 而约伯相信 虽然自己不明白上帝赐予他苦痛的用力 但上帝一定有他的理由 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 这时候上帝终于说话了 他看见了约伯的所作所为 在一切苦难发生的时候 毅然保有虔诚的信仰一心向善 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不是抱怨自己多倒霉多凄惨 抱怨世界不公上帝不义等等 于是上帝决定加倍赏赐约伯生命中的一切 给他更多的财富 又让他生下孝顺的子女 让约伯拥有财富荣誉和善良的美德 遗养天年 所以说当虽事发生的时候 约我选择用感谢和谦卑的心态面对一切 而不是咒骂一切怨天尤人 而这样的人 不仅能够通过上天的考验 还能扭转自己的运势 让生命重拾光明 真的是善良又充满智慧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周周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英文中的衰有哪些特别用法 千万别错过咯 谢谢大家